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大家好,我是宇哥 今天继续为了介绍高分冷门美剧 紧急救援911 这一天,梅梅将男友请到家中吃饭 妈妈女角像沈藩人般盘问着男孩对未来的打算 坐在一旁的队长及Michael不仅为小伙捏了一把汗 梅梅怕男孩受不住 赶紧找借口带她溜浪 这时女警的上司突然登门 说警方找到杀死艾米的枪了 二人不禁问道 谁是艾米 女警文言情绪大变 紧张的说 她生前曾跟我盯过婚 上司伊林告诉女警 近日一次交通临检时 警方发现了这把枪 但持枪人今年19岁 与凶犯年龄明显不符 女警当即向上司警驾 准备亲自追查死案 时间回头到1989年 那时女警正在法学院学习 毕业后准备当一名律师 一次警官艾米来院招募警员 女警三人对当警察并不感冒 但艾米没放弃 仍在宣传单上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正巧妈妈来看女警 告诉她 邻居金夫人昨晚也癌症去世了 多年前 金夫人的女儿遭遇绑架后失踪 金夫人悲痛欲绝 每月都要去警局哭求警察 帮忙查清真相 金夫人的事触动了女警 于是她联系艾米详细了解警察的工作后 一人从法学院辍学接入了警校 从警校毕业后 女警分到了洛杉矶警局 与警官老麦做搭档 老麦见又是女警员 心里很排斥 她向女警抱怨 我当差28年 手把手带出五个新任女警 结果他们恋爱结婚 卫生小孩全都离职了 女警斤斤的回应 我很认真对待这份工作 很乐意你传授我各种知识 但请仪式同仁合理对待我 之后女警拼命工作 她的出色不禁让老麦对她另眼相看 而她与艾米的感情也迅速升温 艾米带她见了自己的母亲 之后还买来钻戒向女警求婚 家人不想让女警参与此案 但女警且是恪守规矩之人 她找到负责此案的警官瑞克 故意给她买了一杯未加糖的咖啡 趁瑞克去加糖的功夫 偷偷从她电脑中调出资料 打印了出来 初步了解案件进展后 她将瑞克约到家中 诚恳的说 我不知道这事查到最后会有什么后果 我很可能会因此丢了饭碗 所以我不能拖累你 瑞克被她的真情所打动 最终将此案的所有资料 全部交给了女警 队长担心妻子 不想让她单枪匹马去冒险 但女警心意已决 发誓不将凶手绳之以法 是不罢休 因为她一直认为是自己害了艾米 几天来 女警每日早出晚归查案 家人甚是担心 猛人间队长想到了 可以找丈母娘当援军 女警根据枪支持有人的取款记录 查到一家二手商店 店主经不住她的威逼利用 说出了卖枪者的名字 之后女警找到卖枪人 顺藤摸夸找到了一位卖枪的单亲母亲 女人说枪是从前夫堂兄老毛那里得到的 而后女警找到了老毛 老毛说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旅馆上班 一天我在清早房间排风口时 发现了这把枪 但那家旅馆早在十年前就拆了 傍晚 女警精疲力竭的回到家 后然发现全家人都在等她 就连妈妈也来了 女警一直很自作 认为若不是因为自己 艾米那晚也不会在出事地点出现 妈妈安慰到 她出现的那里是因为爱你 而你也爱她 不管她在哪里 她都知道这一点 女警不知该如何对家人提起此事 妈妈将照片塞在她手中 就从这里说起吧 女警把照片拿给家人 然后说道 艾米的死让我抱憾终身 但我不后悔拥有这个家族 我爱你们所有人 家人纷纷对女警表示理解 队长更是鼓励她 去找寻真相吧 我们等着你回来 之后女警来到911呼叫中心 在麦迪及同事的帮助下 搜索旅馆名称 竟然调出数十封尘封多年的纸质档案 未找出凶手 她当地与麦迪一起动手查了起来 麦迪发现在1991年2月17日 当晚一小时之内 旅馆中有两通电话打进了911 分别是一个男人大喊的壮情扰民 而后旅馆经理来电称 有人吸毒过量 吸毒者唯一名二十岁出头的美籍非洲裔男人 警察与救活人员赶到现场后 发现男人海洛因吸毒过量 且手腕有伤 被送往医院后活了下来 听吧 女警肯定的说 就是她 准听 女警来到当年艾米出事的超市 往事再次浮现了脑海 那天 女警让艾米下班后 帮妈妈顺路去买咖啡奶油 之后 她便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 女警跌跌撞撞赶到超市 发现艾米与胸部重担倒地身亡了 伊林告诉他 艾米遇到了抢劫 艾米死后 女警本只为与妈妈回老家生活 但当看到坏警察利用植物质变 欺负百姓的视频后 她决定留下来继续做警察 她对妈妈说道 现在还有很多坏警察 他们之所以如此行事 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的 我就站出来指出他们错了 母亲觉得女儿太傻 为此母女俩发生了争执 此时 女警敲醒了凶犯家的门 当得知女警是为1991年 2月17日那晚之事而来 男人脸色瞬间大变 他把女警迎进屋 看着多年前的通缉照 愧疚地说 当年警方发布嫌疑照片时 我吓破了胆 我以为这次警方会派很多人来抓我 女警说 我不代表警方 我是以个人身份而来 文言男人竟清楚地叫出了女警的名字 因为当年那晚的罪行 他一直无法忘记 女警问道 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人哽咽地说 我当时疯了 满脑子只想注射毒品 我知道超市里有钱 而我有枪 本以为抢钱很容易 但老板动作太慢了 艾米圣前阻拦时 我精神恍惚地朝他开了枪 四天后 我在医院醒来 才发现自己杀了一个警察 我以为警察会来抓我 但没有 我跟自己说 上帝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之后我选择了重生 我戒毒 皈依上帝加入了教会 开始奉献助人 加入慈善事业 洗刷自己的罪行 女警环顾将军的陈舍后 确认了他的话 他当时想救人 而你却杀了他 你给他的母亲 朋友 及我 都造成了严重伤害 毁了我们的生活 虽然我们已慢慢 从被动中走出来 但伤痛会永远存在 现在你改邪归正 艾米在天之灵 也会对你刮目相看 但别忘了 你的重生 是建立在一条人命之上 听到这些 男人告别家人 随女警回到警局 俯首认罪 之后 女警扣向了艾米母亲的家门 听到凶犯被捕的笑 老人搂住女警的肩膀 湿然的哭了 做完这一切 女警以精疲力竭 再也无法压抑心中 积攒多年的悲痛 像个孩子般 倒在丈夫怀里 哭得气不成声 将封存在他心底的 愧疚与委屈 全部宣泄了出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 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 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内以上价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